伯拉图将爱情定义为不朽的向往 历史正是对人类生活的不朽向往 以及回忆 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一切欲望的春天都不复存在 然而历史永在 只要我们试图去理解真正的历史 我们就走上了一条美妙的路 历史没有隐瞒 我们没有忌惮 史无忌惮 宋世南主讲 考了FM出品 你们的倾听 价值连成 考了FM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宋世南 今天要讲述的历史话题 是印度禁枪与美国独立革命 进入主题之前 让我们来先看一看一则时事 5月2日 在庆安火车站 当地农民徐存和被铁路警察李乐斌击毙 开枪前没有鸣枪侍警 也没有先射腿部以其制服 而是直接射杀 据报道 徐存后体弱多病 妻子是神经病 母亲驼背 三个孩子年幼 徐存后的母亲呢 带三个孩子 在步行街 乞讨为生 徐存和曾多次找政府 想要获得生活补贴 不过 带母亲孩子去上访 结果呢 被解访 被开枪打死 网友只配教诸评论说 你上访我就解你 你对抗我就靠你 你不服我就打你 你反抗我就击毙你 你死呢 我就扔点钱 有人要看监控我就不给 有人发目击视频我就删掉 至此之中 徐存和不跪着活的深入在哪 有学者认为 中国平民没有持枪权 因此警察开枪更应当受到限制 反过来说 警察胡乱开枪杀入平民 那么平民更应该拥有持枪权 关于持枪权的讨论 一般都会想到美国 因为在美国 尽管枪击案频发 但至今 民众仍拥有一定条件下的持枪权 不过美国民众的持枪权呢 也是由来不易 至少可上瘦到 独立战争 引发独立战争的导火索 除了众所周知的查税问题外 其实因督禁枪 也是直接诱发原因之一 而在当时的美国民众看来 拿枪对准一个罪犯 或者一个邪恶的政府 都是震荡防卫 没什么区别 1773年 波士顿清查事件发生后 英国议会异常老路 于1774年通过了强制法案 其中的一系列特定条款呢 侵犯了美国民众利益 而且因政府宣告 可能会利用军队来强制实施法令 宾夕法利亚州的爱国者对此称 如果英国人试图用武力 让我们屈服于不公的法律 那我们就将这个问题 交给上帝和乃夫枪来解决 新任的马赛诸萨总督 托马斯·盖奇 是一个铁碗人物 他在一年之内呢 多持阻牢 北美殖民地的 市民大会的召开 有一次呢 他试图派遣红山军 也就是英军 当时英国军队都穿红衣服 所以又穿红山军 这盖奇呢 试图派洪山军去驱散 塞诺姆的一次市民大会 结果三千多名武装的 北美殖民地民众出现了 洪山军被迫撤离 盖奇的一个手下抱怨说 在北美地区啊 任何一个超过16岁的人 都拥有枪和火药 军事统治是很难强加于 一群武装的民众身上的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英政府决定 禁止殖民地民众出场火药 1774年9月1日黎明 盖奇的260个洪山军 航行到米斯蒂克河 收缴了查尔斯镇的数百桶火药 那么这个事件呢 也被历史学家称作火药危机 火药危机事件 彻底激怒了殖民地民众 当晚两万多名民兵被组织起来 向波士顿进发 民众的态度非常明确 如果英国殖民者要用武林来收缴我们的武器 我们就把它看作是开战的信号 乐意奉陪 火药危机五天之后 也就是9月6日 波士顿民众在萨福克镇上通过决议 这就是著名的萨福克决议 其中第19条呢 谴责了火药危机 并宣布当地的民众首领 不再有总督任命 而是由民兵们自由选举 并决定至少每周进行一次集体操练 那么也就是从最开始 民团正式脱离了英殖民者的控制 成为殖民地自治政府捍卫独立的最重要力量 不过印度盖奇呢 可不管什么萨福克决议 他继续指挥红山军在马萨诸萨州 试出收缴火药 波士顿公报认为 盖奇最触鲁民众的 就是收缴武器和弹药 10月26日 马萨诸萨州地方议会通过一项决议 严厉的谴责了盖奇的军事统治 尤其是他非法收缴波士顿枪械场 大量武器的行为 州议会决定将所有民兵都组织起来 并且强调说 还没有武器的人 必须尽快搞到枪 然后勤奋演练 英国的美洲殖民地事务大臣 叫达特莫斯勋爵 他在10月17日给盖奇写了封信 要求他解除新英格兰地区的武装 盖奇回复说 他很累这么干啊 但是呢 要想完成这种禁枪和武装的解除 必须使用武力 数日后 达特莫斯勋爵将禁枪建议 提交了英王乔治三世 英王和其大臣呢 决定封锁美洲地区的武器进口 不过他们耍了个小花招 他们并没有表面上一刀切的禁止 而是宣称 必须要有WDD帝国颁发的许可证 才可以进口武器 可是事实上呢 没有人可以获得这种许可证 有禁运 就有反禁运 比如说本杰明 富兰克林 就是那个在暴雨中放风筝 然后发明了碧雷针的富兰克林 也是印在美朝上的富兰克林 同时呢 也是独立宣言的七朝人之一的富兰克林 他和他的朋友们 开始策划 从荷兰 法国以及西班牙 走私军火到北美 当时北美民众走私军火的尽头十足啊 经常抢在英军收缴之前 拿走武器 1774年12月14日 400多名清罕不识儿民众 抢在英军之前 将要塞的武器全部取走 那么当地报纸呢 盛战了民众运枪的智慧 并且提醒说 持有武器是智慧的关键 加泰纪人曾经同意 向罗马军队交出武器 结果很快就被罗马人屠杀咯 于是同时呢 马萨诸善地方议会 在一项决议中称 强烈建议殖民地居民 人人都学会使用武器 我不是曾经有一本书叫 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吗 而在1774年的美国 那么人人都是自己的持枪者 当时约翰诺克 于果格拉休斯等人的政治学说 已经深入民心 依照这些学说呢 民众是主人 政府只是仆人 主人有权解雇 不听话的仆人 而在北美民众看来 拿枪对准一个罪犯 或者一个邪恶的政府 都是正当反位 没有区别 事实上 不论对北美民众 还是他们的先驱 对于英国辉格党人来说 自我防卫的权力 都意味着武装推翻暴政的权力 新英格兰地区的进枪危机 触动了北美其他殖民地 1775年3月23日 帕特里克亨利 在第二届弗吉尼亚代表大会 发表了著名的演讲 号召美中民众起来 武装反抗 亨利说 从北方关爱的风暴 行将把武器的坑枪回响 传到我们耳中 我们的弟兄已经奔赴战场 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 袖手旁观呢 难道生命这么可贵 和平就这么甜蜜 值得以尿靠和奴役作为代价 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 只有我自己 不自由 母临死 几个星期之后 许多弗吉尼亚的民兵 都在自己列装的左胸处 袖上了这句格言 美国独立战争 终于在1775年4月19日打响 当日700多名英军 在约翰皮特凯恩少校的带领下 从波士顿出发 前往莱克星顿和康科德 收缴武器 明明时分 英军在莱克星顿 遭遇了大概200名民兵 上校呢 下令请上派英军 让民兵放下武器 民兵呢 很快被去算了 英军觉得自己很牛逼 在欢呼声周 继续向康科德前进 因为康科德呢 据建立报告 还藏有大量弹药 就在康科德北桥 英军再次遭遇民兵 双方激战两三分钟后 英军就败退了 英军撤回波士顿时 武装的民众呢 从周边的城镇蜂拥而来 数量很快就超过英军两倍 有些是民兵团的 还有很多呢 是个人作战 他们为自己的自由而作战 英军真的是陷入了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一个英国军官 在报告中说 他们很多人都是神枪手啊 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啊 擅长使用长枪 对我们进行狙击 据历史学家研究 当时美国民兵的命中率非常高 甚至比英国常规军 制造的伤亡率更高 因为持枪和用枪 是北美的悠久传统 而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力 尊严与自由 那么他们是燃杀着斗志来作战 因此命中率高于英国的红山军 也很正常 这次军枪未遂之后 6月19日 英都盖奇颁布严厉法令 声称任何人只要持枪 就会被处于叛国罪 那么作为回应呢 7月6日 北美的大陆会议 13个殖民地 组成的大陆会议 通过武装宣言 由托马治杰飞逊 和约翰狄金森共同起草 稍后呢 大陆会议给英国人民写了封公开信 信上说 一个从婴儿时期 就被训练使用武器的民族 一个对自由充满热爱 从而生机勃勃的民族 是不可能轻易被征服的 1776年 7月4日 由北美13个殖民地 组成了大陆会议 通过独立宣言 宣言列举了 乔治三世的一系列暴政 其中就包括 他为进枪采取的措施 宣言指控说 英王 略解我们的海域 糟蹋我们的海岸 烧毁我们的城镇 破坏了人民的生活 之后发生的故事 朋友们应该都比较清楚了 经过数年的艰难抗战 那么美国终于取得了 独立战争的胜利 也从此缔造了 美利坚共和国 独立战争胜利后 1791年12月15日 美国宣言法第二修正案 作为权力法案的一部分被批准 美国宣言法第二修正案 也被视为是 权力法案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修正案 是美国宣法第一修正案 那么该修正案的主要是 保护言论自由和劫舍自由的 好我们说回来 美国宣法第二修正案规定 训练有数值民兵 来保障自由之安全所必须 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力不可侵犯 一般认为 这条修正案保障了美国人民的持枪权 不过呢 如何解释第二修正案 仍然充满争议 简单的说 支持进枪的人认为 宣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的持枪权力 只是保障自由州 安全所必须 且训练有数值民兵 是一种集体权力 换言之 他所保障的是民兵的持枪权 而非指公民个人拥有的持枪权 但是呢 支持持枪派的则认为 修正案规定的是个人权力 不折不扣的个人权力 也就是公民个人拥有使用枪支的权力 这个争议呢 在2010年战事划上了一道修制服 2010年 有一个芝加哥的普通市民 叫奥迪斯麦克唐纳 这个伙计呢 在申请构枪的时候 遭到了芝加哥市政府的拒绝 因为在此之前 芝加哥已经严格执行了 28年的禁构手枪的规定 可是呢 麦克唐纳是一个拎巴的人 他没有接受这个28年禁枪的惯例 而是选择诉诸法律 他认为这个禁枪令是违宪的 于是呢 他就一路撞告芝加哥市政府 将官司达到了最高法院 2010年6月28日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以五比四的 微弱优势投票通过 裁定 保障公民持枪自由的宣发条款 适用范围 不只是联邦政府层面 还是各州政府层面 因此呢 州和市政府 限制人民拥有手枪的法律 是违宪的 判决书称 美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 拥有武器的权利 不仅是美国联邦政府 各州和各地方政府 也必须尊重这项法律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 这一判决影响巨大 被认为是对 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细化和解释 他的这一次裁决 明确的宪法赋予了 美国公民的持枪权利 不管是在美国联邦政府层面 还是各州政府层面 都必须予以尊重和接受 那么至此呢 那么第二宪法修正案中 人民究竟是指 普通的美国民众 还是指保障自由州 安全所必须的民兵 也就是持枪究竟是 个人权利 还是集体权利 这种争论 那么也就此告一段 关于持枪权 我的朋友 新河舰队曾说过一段话 我个人觉得呢 说的挺好的 他说 持枪权肯定的暴力的价值 它是民众面对暴政时的 最后一道防线 人民有权反抗暴政 这是不需要任何程序 赋予的权利 一句话 当暴政成为现实 那么反抗 也就成为了义务 是的 在1775年 美国人 就是因为英国国王 不赞成这一点 而开战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了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